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滩上的狼牙山可能是破运神态出世的特定地点 那道阴瑟瑟的声音显然蓄势已久 我失去一身神通了 这个结果眼上突然出现意外 心里难免有些慌恐起来 时机盏掉在崖顶的魂灯晃晃悠悠如同鬼火 我头顶的雷光已经消失了 星光月光一起洒落 我看到狼牙山的顶上出现十几条的身影 如果不是我曾经见过那么多 看到这十几条的身影的时候 可能会被吓住了 十几个人精瘦精瘦的 除了皮就是骨头 一个一个脸色铁青 没有半点人色晃来晃去的 像十几只暗夜中出现的狼牙山的鬼 陈金水 你藏得严实 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为首的一个人已经看不出具体年纪 和柴火似的 双甲身陷 颧骨高速 那种眼睛里 闪动着拥有的光 虽然身上神通没有了 但强健的体魄 还有过人的感官 仍然保留下来 就这么一句话的功夫 我骤然发现 这十几个人并不是鬼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只不过命悬一现 身上的阳火 就好像在狂风中挣扎的火苗一样 随时都会熄灭 阳火一灭 人必死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要在狼牙闪闪顶 那十几盏江西的混灯 就是这十几个人的混灯 时代发展到这个地步 除了自然道那种 隐世很多年的古老门牌 几乎没有人用混灯 这种玄傲的东西 来寓意没人的生死 看到这些半死不活的人 再看看那些飘忽的混灯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这些人应该都是自然道 残存下的门徒 陈进水 为首的目光悠悠的人 慢慢迈动脚步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身上阳火太弱了 在夜晚看着和死人也差不多 一边走一边说着 你毁了自然天空 这事可以先放放 你又杀了咱们自然教的教祖 这事还可以先放放 但你杀了教祖 等于灭了咱们的混灯 生死大敌 陈进水 你把我们弄得很惨 自然道本来是隐世的 但是叶子复出之后 收敛了门人 在四处走动 它本来就是一道恶念 招揽门徒 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向老薛酒酿的人 已经被轻较了 没有人比叶子 更加清楚恶人的本心 他知道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驱使他们做事情 就要有相应的手段 咱们的命格 都被教祖收在手上 他活 我们活 他死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回首的那人 咬着牙笑道 既然要死 也得拉你这个元凶下去 垫背 黄泉路孤苦 下来做个班吧 我不想在这时候丢了命 不理对方的话 转眼在四周扫视着 但眼睛一动 几个人影 飘飘忽忽忽地闪到旁边 自然道的余孽 显然知道 狼牙山是神态出世的地方 在这里做了相应准备了 目光阴忧的人 手里拿着一根玄黄祖鸟的残羽 残羽上带着一缕 微乎其微的金光 如果再过去的话 我根本不会畏惧 但现在神通尽散 这根带着微弱玄黄光的羽毛 对我来说和枪炮一样致命 残羽在眼前一晃 划过一道金光 像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金刀 迎面劈了过来 我的反应仍在闪身躲过 但四周被自然道的人封死了 逼不得已之下 我只能被迫朝崖边方向移动 残羽接连不断 一道接着一道 山都那么几下之后 我在危机之中放稳心神 瞅准机会 当对方的手中羽毛 发出呼啸破空声 从眼前划过的时候 身子猛然一滴 猫着腰 一拳砸在对方的胸口上 我的力气比常人要大很多 这一拳过去 随即听到对方胸膛肩 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些人都没有活路了 完全是在临死前 要拽我下水的 所以浑然不顾 扑地吐出一口血 朦胧的血花 迷住我的眼睛 眼睛红韵一片 接着感觉肩膀被残雨边扫了一下 那一下子和刀斧加深没什么区别 我的身子一亮强 肩头皮开肉绽 忍不住倒退了两步 就在我倒退的时候 脚跟还没有站稳 立即发现脚下地面微微有些不对劲 可已经来不及了 松软的土层下头 砰的弹出一道弧形钢环 钢环秀气般般 闪电般拍打下来 我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尽管心底意识还在 但能力却不够 就感觉右腿小腿被死死地夹住 地下埋着的 应该是河滩 过去用来放在山边夹廊的兽夹 弧形钢环带着尖利的尺 腿一旦被夹住 小腿骨立即打断 钻心疼痛 让我叉拧昏色过去 眼前轰得一黑 要死了 谁也不好受 这滋味你也尝尝 被我一拳打裂胸膛的人 吐着血 黑黑一阵阴笑着 死到临头 他们已经没有别的想法 一心拉我垫背 所以对方毫不在意 自己胸骨已经碎裂 粘着那根沾满鲜血的羽毛 又一次飞快地扑来 腿上铁夹子及时尖重 像一个沉重的舵 死死把我坠在原里 我强忍剧痛 想硬撑着继续躲避 但是刚刚一动 刚缓两边的锯齿 就磨着自己一段的紧骨骨茶 那感觉根本承受不住 我满头都是冷汗 浑身上下肌肉 都在筋鸾抽搐着 残雨的金光再次滑到眼前 我的脚步无法移动 只能全力扭动摇身 动作速度打打折扣 也避不开细沙了 微弱黄光 劈到尖头 整条肩膀骨头顿时粉碎 雪花混着碎骨 砰的一声爆开 连番的剧痛让我引紧麻木 同时又让我本就混沌的脑海 顿时清醒过来 我看到自己血肉雨点般横飞出去 对面目光悠冷的人无法躲过 滴滴鲜血落在对方的身上 就像是被开水烫到一般连连后推 隐约中看到喷溅在他身上的血滴 如同腐蚀了一半 让对方的身躯冒出一缕一缕 难见的青烟 我的心里一动 这十几个自然道的人 他们的余孽 魂灯都将熄灭了 身上阳气只有那么一点 阴气极重 已经是半只脚踩到棺材里的人 我身躯里的雨王顶金破 已经消散 但阳气依旧比常人要旺盛得多 但这浓重阳气的血液 是这些人的可行 果然 那这残雨的人被血滴逼退了 一时间不敢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 我浑身上下两处见骨的重伤 血肉模糊 阳火站脸 外翻的皮肉冒出红光 对阴气重的人 绝对是最大的威慑 那些围拢过来的人 顿时顿住脚步 目光中带着惊恐之色 我不想死 我想要活下去 去照顾苗玉 尤其是在这个关头 破运神台即将出世了 我心中的求生欲望 泛滥喷波 接着对方一群人 微微惊恐的一瞬间 猛然咬牙 想把自己右腿的瘦甲掰开 但是一条肩膀骨头粉碎用不上力 我单手拉着弧形同环 左脚思思踩住另外一边同环 猛然引拉 瘦甲咬合力有多大 我分不清楚 但是拼死一搏之下 瘦甲一下子被拉开 我抽出树上的右腿 腿上骨头被砸得粉碎 半条腿乱塌塌垂着 已经是不受身体控制了 我连路都没法走 就定一滚 从立身处就翻到狼牙山的崖边 轰隆一声 好笑的塔河上 骤然炸起一道惊雷 已经在我胸膛起伺 挣扎想拖飞的神胎 好像被一声惊雷彻底惊醒 轰轰的雷声和流水声 我能听见胸膛 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 一道好似青烟光环的影子 从身躯中松地飞了出去 明晃晃的雷光之下 我看到那道光 在板子中顿了一下 就好像被雷光折射出 一条透明的影子 它身上光纹不断流动 如同一汪凝聚在一起的水银 破运神胎出世了 破运神胎 灵际悬浮在大河的上方 河底大运途 被神胎气息彻底扰乱 那一刻 整条河比迅骑士奔流得更加猛烈 一大股一大股的泥沙 从河底被卷动上来 浑浊得好像通明了一般 仅凭肉眼 能看到浑浊河水中 一道绵延到紧远的光图 慢慢地浮现 这一条我所熟悉的大河 孕育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河 它此时此刻像一个失控的疯子 发狂般地奔涌咆哮着 水声压过头顶的雷声 就好像一只凶猛的狼 遇到猛虎一般 明知逃脱不掉 又不甘思绪 我并不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没有见过大风大浪 然而 站在狼牙山的岸边 我只觉得 这条发狂的河 好像下一秒就会彻底崩溃 把沿途两岸千里的大地都淹没掉 那是一种让人瑟瑟发抖 胆战心惊的震动 就连我也是一阵一阵颤抖 不由自主地 我的目光 再次转向悬浮在半空的破运神苔 它像一股流动的光 在雷光中一闪 嗖的一声 没入下面奔涌的大河之中 你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眼波紫金 破运神苔 只是一抹人性的光 在这条发狂的大河面前 它缥缈的 如同泥泥沉沙一般 然而神苔入水那一瞬间 翻滚到极点的河水 突然平静下来 隐约中 我能看见 神苔的影子 在水底一阵游动 被平铺在大河河底 已经数千年的那幅大运图 就好像寒冰被暖阳照耀 显示碎裂 又化成一缕一缕的光 进而消散在河水之中 破运神台游动动作非常快 所到之处 就像一根定河神针 把泛滥的河水压制下去 它一路游动 翻动的大河一路平息 渐渐地消失在 我的视线之中 这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后面的事 不用跟随 也能遇见 破运神台 会随和流动 直到把这幅大运图 全部都瓦解 大河最后一道祸环 将会平息 它会变成一条 波澜壮阔 却又平凡的河 和流淌在中华大地上 无数的河流一样 西门人 前仆后继 不计生死的奋斗 那么多年 那么多代 无数西门人的溯源 终于在我手中得偿 我弥补了前世的过失 终结了一切 这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感觉 像现在这样轻松过 破运神台 瓦解大运图的情景 像是开天皮地 又想世界末日 把周围那些自然道的人 完全震上住了 一群人呆呆看着 河水渐渐平息 直到破运神台永远 消失在视线中的时候 那儿金光残雨的人 才回过山来 沉浸水 好了不起啊 石油布下的菊 终于被你全盘化解 你是不是不是英雄 要是外人知道 你的丰功伟绩 难保不会给你利益作备 因游人冷笑说道 但是 你还是难逃一死 来吧 我送走了破运神台 心头已经没有任何压力 身心都放松了 我完全可以放手一搏 在我和对方对峙的时候 从龙崖山的远处 转来枪声 我不知道 这老刀子那帮人 在对付张龙虎他们的枪声 还是互相联络的讯号 但龙崖山这里 是神台瓦解大运图的起点 老刀子那些人 不乏能忍 十有八九 会分辨出这里的异状 我的心里 泛起一次难言的苦意 我一心为何 是手上了老刀子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同伴 对于我来说 那是迫不得已 但是 对于老刀子他们来说 我是一个凶手 十恶不赦的凶手 老刀子的一只眼睛 是我打下的 我失去了神通 很难再抗衡这些人了 尽有自然道 原有老刀子 我就算逃出龙崖山 又能逃出老刀子 他们的追捕吗 这可能就是 每个尘世人 总会遭遇的无奈 心头刚刚泛起 松陷又不见了 只是感觉累 累得要死 面对自然道那些残敌的攻击 我几乎累得就像放弃抵抗了 一死了之 我的脑子有些浑沉 全部都是这种消极的念头 但念头刚出现 被深埋在骨子里那只东西 全被冲散掉 那使得我并不知道 骨子里深埋了什么东西 到底是叫做什么 那或许就是一种信念 也可能是一种信仰 又可能是一种精神 大河的祸乱被终结 从今以后 七门会烟消云散 然而 无数七门人 延续那么多代的 传统 道统 和传承 至少不会丢失在我的手中 七门人 可以站着死 绝不躺着火 我已经放松了拳头 重新捏紧了 一条腿 一条手臂 都遭受重创 难以动弹 但心中的信仰 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站在狼牙山的顶端 我能俯视到 大河缓缓流动的方向 我已经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的繁俗人 然而 我依然坚信 陈进水 是河滩的王 他永远不会被打败 永远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放弃 肉身可灭 但精神却如宇宙般永恒 来 我滴滴怒吼了一声 拖着一条 已经无法动弹的腿 从山顶猛冲下来 一路冲 鲜血一路流淌着 破运身态离体 带走我大半的精气神 那种疲惫无法言语 可我依然不停 无论前方路会通往何方 路的尽头会有怎样的结局 我会像无数的仙人一样 勇往直前 我的眼前 山东这一个一个 从未见过的身影 他们很模糊 很缥缈 沉浮在历史成河之中 有巢市寿人巢居 碎人市钻木屈火 神农市长边百草 轩辕皇帝问顶中原 遥顺与安泰滑下 时间在流逝 一旦一待 这些曾经熊聚在天地间的身影 已经渐渐飘忽 被冷漠的遗忘 但只要抬起头 就能在无尽的苍穹中 看到一股一股浩然的大气 那是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意志 必有着这片河山 必有着炎黄子孙 谁都会被遗忘 在滚滚的历史中 谁都是一粒轻轻的傻子 我必然也是这样 这一夜 大河翻滚不定 但黎明之后 两岸的人不会想到 是沉浸水这个人 平定这条大河 就如寻许多多的人 不济得还有潮室 碎人室 神农室 但是 那又如何呢 不管来世 今生轰轰烈烈 用七尺身躯 蒸起自己头顶的一片天 已经足够了 我的双手都是鲜血 强撑着疲惫 有虚弱的神躯 从山顶冲过来 玄黄祖鸟残雨 依然在阴忧人的手中 依然发出 让人站立的玄黄光 他们在挥洒的血迹中 全是不屈的红色和气息 那一瞬间 阴忧人 又一次被震慑住了 目光顿时一致 我拖着残腿冲到跟前 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 玄黄光 已经侵蚀首创的皮肉骨骼 浑身上下 仿佛被油煎火燎 但我窥然不顾 神区中的阳火 从头顶 眼睛 鼻子间 不停地往外肆溢着 我的手心里 仿佛攥着一团 跳跃的阳火 一把拍到对方脸上 阴忧人 如遭雷势 身子猛地一抖 哀嚎着发出一声 惨呼之声 他阴阳不调 神区里 已经失衡后 勉强维持的平衡 这股猛烈阳火 从千笑钻进身躯 那种平衡 顿时被打破 阴气阳火轰得一撞 阴忧人的身体 冒出一缕黑烟出来 悬挂在山顶的 一盏魂灯破碎了 灯中最后一点 跳跃的火苗 落在阴忧人的头发上 这点魂火 引燃阴气 阴气燃烧 很难熄灭 我的手一松 阴忧人翻滚着 倒在地上 我没有多少力气了 是在全力支撑着 不肯倒下 我看着阴忧人 被阴火一点一点吞噬 直到身躯 被烧得扭曲变形 谁还要来 我盯着周围 十多个目瞪口呆的人 此时此刻 连说一句话的力气 都不存在了 声音低沉 又有些嘶哑 但阴忧人 被阴火 周梢痛苦死去的一幕 被他们看在眼里 这是无声的震慑 再也没有谁敢靠近我 互相对峙 两分多钟 不知谁先喊了一声 掉头 朝高地下跑去 紧跟着 十多个人 呼呼啦啦的 全部抱头数窜 这些人 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根本没有追击的力气 当对方消失在眼前的时候 我一头栽倒在地上 艰难地翻了个身 望着 已经平息的天空 这时的天 阴沉沉 全部被之前神态初时 是弥补的云雷 所覆盖着 但我知道 也相信 过了今天 明天 必定会有 无尽的光明 我闭上眼睛 连手指头 都不想动弹一下 高地的脚下 转了一阵喧哗之声 我不知道是谁来了 头脑昏沉 难以自持 视线渐渐地开始朦胧 头顶那片阴阴的天空 好像也模糊了 那阵喧闹声 持续了一会儿 紧跟着 两三道光柱 出现在山顶边缘 他们的脚步很快 空荡的山顶 只剩我一个人 躺在地上 对方爬上来 同时也发现 我急奔而来 我已经陷入一种 极度疲惫 和薰弱的昏厥状态之中 当对方跑到我跟前的时候 我努力睁开眼睛 模模糊糊地看到 我看到了 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刀子 我很想对他说些什么 可是却没有力气 也没有机会 脑海和眼前同时一黑 我彻底昏了过去 当我悠悠醒来的时候 眼前还是一片叶色 我仍然留在 蓝牙山的山顶 身上创伤被处理过 和包扎过了 从天色来看 我昏厥时间不会太长 但这时候 已经顾不上这些 我挪动一下身子 稍稍转头 就看到 默默坐在我身边的老刀子 不要动 伤到骨头了 都是粉碎性骨折 晃脚野外 没法固定 老刀子这一只眼睛瞎了 另一只眼睛的光芒 也远不如从前 那么涉人耀眼 他的神色很平静 平静的像是一阵微风 抬起手 把我扶住 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年轻 也要好好胸炎两个月的 昏厥之前 我觉得 自己有话 想对老刀子说 但真正等到松醒了 我就又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 我不开口 老刀子也沉默了 点燃一只烟 默默地抽 等到一只烟抽完时 我觉得 我该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 至于以后怎么样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所以将要面对的 仍然躲不过去 我 我知道 我刚一开口 老刀子打断我的话 他将手中烟头碾灭 慢慢搓了几缕烟丝 说 陈金帅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如果道歉 那可不必 但我不能放过你 我也知道 老刀子的话 我并不意外 我杀过他们的人 还伤老刀子的眼睛 这事情 不仅仅是老刀子 就连老刀子手下 那帮人 也不能释怀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作者龙飞有妖气 眼波紫金 这个时候 我虚弱的身躯 伤痕累累 一条手臂和一条腿 都难以动弹 无法再跟老刀子抗衡 也没有逃脱的可能 《黄河鬼尸》的山顶 只有老刀子一个人 然而他的那些手下 可能在山脚 我看了老刀子一眼 渐渐平静下来 该做的事 全部都做完了 至于老刀子 能不能放过我 其实我并不在意 我也是何弹长大的人 身在三十六旁门 对于七门的事 我知道的 不比别人少 老刀子声音低沉 他还有他手下的人 一直都在河滩 搜捕我 但真正找到我那一刻 老刀子的神情 没有半点轻松 他低着头 说 七门英烈 忠肝义胆 我很佩服 到了现在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应该也有数 我有数 我点点头 无论我和老刀子 是否站在同一个立场 即便现在他要抓我 我仍然得承认 黄沙场胡家的血眼老刀子 是一条好汉 但老刀子紧剩的一只眼睛 唯一愿能看到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红领三十六旁门的胡家 一甲子一出的血眼 老刀子心甘情愿放弃这一切 义无反顾加入核武局 就说明 他心里同样装着这条大河 装着大河两岸无数的生灵百姓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们七门为了这条河 付出了太多太多 包括你在内 老刀子望着我身上 已经干透的血迹 说 你后来做的事 我都知道 我不否认 如果换成我 可能不会由你做得好 陈金水 你是这条大河的英雄 是这片河滩的英雄 大概 你不会轻视流明 但你所做的一切 都记在我心里 我没有接他的话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说这些 其实只是空谈 他改变不了现状 也改变不了一些事实 老刀子顿了顿 又点了一支烟 他的表情有些苦闷 又有一些沉痛 大口大口抽着烟 最后不想 直视我的眼睛 把头转向一边 说 你要知道 你杀过我们的人 这是我全力在压 但已经有风声 传了出去 核武区不是我对的 上面还有别的部门 在管辖我们 事情传出去 上头就会下令彻查 你的名头太大了 我可能盖不住 陈金帅 我很想保护你 可是 我懂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是功力 不管我是谁 接下来账 都是要还的 此时此刻 我一点都不记恨老刀子 他已经这么大年纪 独自死在我手中 能坐下来和我慢慢的交谈 也算是宽容了 我还没有孩子 但是我能想象到 如果谁伤害我的孩子 我豁出命 也会追击凶手 血斩血肠 你 我 还有很多很多人 活着 就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 是这样吗 老刀子丢了烟 说 这很痛苦 不用这样 我看上老刀子的样子 反而像是对我有愧意 有歉意 让我阴隐不安 说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 我那两个兄弟 能不能放了他们 他们没做过什么 我的事 跟他们没有关系 陈金水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 你会是成就大事的人 老刀子的眼睛眯了眯 站起身 在附近走来走去 他显然在思考什么事情 也像是 在做什么艰难决定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在老刀子 独自走来走去 思考的时候 山顶边缘 又冒出一道人影 我扭头看了看 认出那是大尉 大尉是老刀子的嫡系 两人关系很紧 姑娘在下面等得不耐烦 所以大尉 才贸然冲到山顶 来催促老刀子 说起来 和大尉也算熟人 但这一次见他 我突然发现 他好像有所变化 那种骄横跋扈 目中无人的气焰 几乎消失殆尽 他的衣衫有些凌乱 过去每次见面 都梳理整整机器的头发 杂乱的像一团草一般 让大尉的眼神不动了 他看看老刀子 我看看躺在地上 难以动弹的我 他能看出老刀子 在考虑什么 所以硬生生闭上嘴巴 站到一旁去了 就这样吧 老刀子来回夺了 不知多少步 忠然间向下定决心 转头说道 大尉 今天你所看见的事情 全都烂在自己心里 一个字都不要说出去 哪怕是最亲近的同事 也不要提 这 大尉显然有些迷茫 这是陈金水的尸体 他在狼牙山被人围攻 重伤不吃 被阴火烧得不成样子了 老刀子直直远处 已经面目全非 那个阴诱人的尸体说 等会儿 咱们把他的尸体抬下去 和谈的这件事 结束了 他还年轻 就这么死了 可惜 大尉本来就不笨 只不过心高激傲 自信经常蒙蔽正常神志 现在他收敛心信 一下子听懂老刀子的话 看都没看我一眼 说 抬走交差吧 我心中顿时一针莫名的感动 铁针针的老刀子 重情重义 他左右思考 就在考虑该不该放不走 人和人都是将心比心 感动之鱼 我有些担心 他一军面目全非的尸体回去 老刀子能不能顺利交差 先不说 他这么做 会断了自己的前程 我一辈子从不寻思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老刀子一旦下定决心 就一无反攻 他的神情伤感望着我 说 我知道 你的曾祖父 还有爷爷 都过失了 为了这大河而卷去 我没有理由再带你走 你 不要紧 我这把年纪的人了 还有什么所图的 老刀子仿佛能看出我的疑虑 好顾虑 淡淡笑了笑 说 共鸣前途 我真的不在乎 我相信老刀子的话 他是真的不在乎 这个世间 人和人总是不同的 有一些在不停地追逐 有一些却甘愿放弃 他们用付出和放弃 来挽救这个不断沉沦的世界 正因为 有这些人存在 光明才会永存 走吧 老刀子蹲在我的身边 替我把包扎过的伤口 又整了整 说 但是从今以后 你不能再叫陈进水 陈进水这个人 已经死了 那 我该叫什么呢 我也随之有些茫然 这个被人称呼了二十来年的名字 如果突然不属于我了 我会感觉有些不适应 也感觉别扭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陈三 李死 王二麻子 无论你身在何处 无论你姓甚名谁 你的心不变 你仍旧是你 陈三 陈三 我默默念叨两句 他眼望着老刀子说 这个名字也不错 以后 我就叫陈三 这件事情了解了 我也得带队离开 这次告别 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老刀子站起身 待着大卫转头就走 头也不回地说 保重 大卫跟在老刀子身后 走出几步 之后忍不住回过头 他并不算是我的朋友 而且对方有很多次冲突 但是大卫一句话都没说 回过头的时候 微微地冲我笑了笑 我知道 过去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在这一笑中被冲淡了 无论血泪情愁 恩怨纠葛 他都已经忘却 老刀子和大尾 还是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走下琅琊山 很快 微容在山脚下的人 都跟着他们离开了 我的一条腿动不了 而且身子又须得要命 静静躺在山顶 河畔还能听到 大河区域正常的流水声 和我预想的一样 一夜之间 破运神台化解了隐藏的大河 河底数千年的大云图 当东方第一缕阳光照在大河上时 意味着 这件事情彻底走到了终点 老刀子没有食言 在天色发凉的时候 弥勒和金大哨 传着气爬上狼牙山 他们连夜被放了 要连夜赶路 不知道一口气跑出多远 金大哨把我扶起来 放到弥勒背上 放眼望去 我看到流淌的大河 还有河岸上 为生活奔波的人 他们或许很苦 很累 活得很艰辛 但只要活着 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 金水 是结束了吗 弥勒的眼角湿润了 一边背着我 一边哽咽着说 要真结束了 就到清门前辈祖坟上 去磕磕头 告诉他们 咱们把他们要做的事情 做完了 是结束了 我爬在弥勒背上 很想对他和金大哨 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 但是 我的脸 好像是小酒红 坠入深渊 死去的时候 彻底僵硬了 我笑不出来 从今以后 我叫陈三 陈进水已经死了 对了对 金大哨很激烈 老盗子放他们走的时候 肯定透露过什么 他跟在弥勒身边 说 三哥 以后有啥打算 过日子 我想了想 这可能是我心底最质朴 也是最渴望的希望 我希望能和很多很多 普通人一样 老婆孩子热抗头 那看似繁琐又无畏的日子 那 才叫生活 你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眼波紫金 伊勒和金大哨 把我带回了家 不管是苗玉还是老鬼 港七门人 看到我一身伤痕的归来时候 难过又欣慰 所有人终于解脱了 我无法再和从前一样 短时间内愈合伤口 老老实实 让赛华托置了置 然后卧床休息 事态平息 再也没有意外 老道子那帮人 也消失在河滩之中 我安安静静地 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毕竟年轻 体魄又强壮 再加上赛华托进行医治 一个月之后 能够勉强下床走路 当天晚上 一群人一起吃了一顿饭 这是七门的大喜事 因往过去 七门人聚散离合 从来没有像这时候一样 很多人欢聚一堂 我不善喝酒 但还是端起了酒杯 这杯酒 我要敬庞大 敬太爷 敬所有因为护河 而壮烈捐躯的人 事情结束了 我不能再叫 陈金水这个名字 也无法在生活了 这么多年的河滩上 继续逗留下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大事未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拧成一股绳子 但事情结束 个人都有个人的生活 我不想谁再受任何牵绊 想去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老鬼跟着张龙湖走了 去松树岭 去过晚年 弥勒和金大哨 想到河滩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老年把思念长白山老家 我想 我的后半辈子 可能会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是 我从内心深处 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过得好 周家女人 一直在爹的身边 这么多年不离不弃 爹没有松过口 他什么都清楚 但是自己就过不去 自己心里那刀砍 他是一个固执的人 同样也是一个执着的人 我知道 他心里还惦记着 已经去世很多年的娘 爹 我想了很久 想不出什么词 早去劝他 只是说出了心里的话 娘如果有灵 在另个世界 也会希望你好好的生活 有些人什么都不图 成年累月跟着你 不能负他 爹没说话 但是他望着 在厨房里 忙忙碌碌的周家女人 眼睛里全是温情 在所有人 将要各自奔向 新的生活之前 我做了那件 在心里盘算了 很久的事情 所有人都立了一块碑 我亲手写下 庞大 太爷 爷爷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座风碑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庞大他们都是陌生的 但是当我抬起头的时候 好像还能在天空中看到 他们闪亮的眼睛 至少 这座风碑 立在我的心里 今生难忘 之后 那口被七门前后传承很多年的 王忠被抬到河潭 古老的大钟嗡嗡敲响 和声飘荡在河面 之后大钟被沉入河里 和夫子七门 从此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日子 开始一一送行 最先送走的是老年吧 他带着连娘 依然是当初刚来大河探市的 寒厚和质朴 一步三回头 那双仿佛一辈子都迷迷糊糊的眼睛里 全都是阴暈的水汽 老年吧 你要走了 我好省不得你啊 金大少和雷震仁 看着老年吧眼里的泪水 也不由自主地动了情 几个流血流汗 都不曾流泪的汉子 在送别老年吧的时候 眼眶都湿润了 我能叫在长白山 要不是落叶归根 俺情愿 让你们一辈子 好暗的胡子和头发 老年吧 眼泪汪汪的说 啥都别说了 缘分 这都是缘分 送走老年吧 又顺便送走老鬼 这个曾经在大河里 漂流过五十年的老头 一直到这时候 依然摇杆彼之 于是隔绝五十年 外面的世界 或许真的让他有些不适应 在偏远寂静的松树林 他和张龙虎 能够谈经论道 悠然生活 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一世人 两兄弟 进 不是 三个 我也要走了 金大少带着谭小秋 打算离开河滩 他已经在金瑶 站稳了脚跟 但是 他不想在继承 祖辈们做了多年的职业 他说过 河滩外的世界 远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要精彩 他想去外面打拼 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祝我一切都好 你也是 有半喜事 记得通知我 不管了天涯海角 只要你一句话 我分分钟就到 金大少咧着嘴 毅然笑得没心没肺 玩意就玩啊 放眼大河滩 没人比你强 没人比我帅 或许这一走啊 会有些日子见不着面了 但你知道 我也知道 咱们心里 都装着兄弟了 我漠然无语 想着过去和金大少 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 他要走了 或许和他说的一样 有些日子会见不着面 但只要活着一天 我们都会铭记 自己的兄弟 就在这个世界 走了 金大少眼睛里 也是泪水 猛然一转头 大步离去 河滩第一强 河滩第一帅 就此别过 送走金大少 弥勒也走了 唐敏对他很用心 七奶奶和唐家婶子 对弥勒也满意 在我们乡下 男人身强力壮 是让人很在意的外在条件 身子壮 说明能撑起这个家 唐家婶子 当着我的面 把唐敏交给弥勒 弥勒感激不尽 说他一定会好好的种地 西门其他人也各自离开 雷真人没有回到阴山道 就跟着赛华佗 去行走四方 最后只剩下我和苗玉 她的身子始终不见好 经常咳嗽 让我心疼 别的人都走了 我们 一辈子不分开 好吗 不分开 看着这个前前后后 苦苦等待我两世的女人 我别无所求 别无所抱 我想起张龙虎的话 心底都是气苦 我已经是一个普通人 无法从命运手中夺回 将要失去的什么 但在她身边一天 我就会好好对她 我和苗玉也要走了 要离开这片 生活二十多年的河潭 临走前 我再想看看自己的过去 我们两个人慢慢地走着 先到小盘河 我没有再到河潭边的河沿 但是 当我放眼望去的时候 就想起 那片沙土地深处 有一个灵灵 大河潭的风 吹了几千年 在这一刻 它仿佛撩动我的心绪 望着那片沙土地之后 还有流淌的河 我出身了 奶奶想着灵灵 它没有来世 它会在什么世界里呢 一阵婴儿的欢快的一亚声 打断我的思路 我回过身 转身一看 一对年轻夫妇抱着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从身后路上慢慢走过去 他们是赤朴的庄稼人 穿着一身新衣 可能要去走亲戚了 他们对孩子很怜惜 爱得不得了 一边走 一边逗着孩子 我的目光一下子顿住了 我看到 那个咿咿呀呀 喳喳不停乱叫的孩子 他还很小 白白胖胖的 五六六大眼睛 闪着水灵的光 那一瞬间 我的目光有些呆滞 一种强烈的震撼 冲击着我的心 我仿佛看到了灵灵 这个孩子和灵灵 何其之相 那孩子望着我 顿了顿 接着欢快地挥舞着小手 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对夫妻抱着孩子 渐渐走远了 我待了很久 忍不住想追过去问问 问问这个孩子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出生时有没有什么征兆 但是脚步刚刚一动 我又硬生生停下了 前世的事 就在今生最后终结吧 每个人都无法掌控命运 我不想再去追问 不想再去探知 因为我不知道 自己能否承受 今生再见之后 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最终仍是悲剧 那么 我宁愿永无再见 只希望 他能茁壮健康的成长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离开小盘河 我带着苗玉 继续慢慢走在这条 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路上 我们从小盘河 又走到望山崖 从望山崖 又走到排银附近 小九红不在了 排银群龙无首 已经陷入崩溃边缘 大批大批过去 靠排银生活的人离开排银 那座巨大沙堡 已经开始空旷 或许 再过上几年 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定 我听到一阵缓慢车轮 转动的声音 那声音 让我感觉隐隐的熟悉 当我顺着声音 望过去的时候 就看见 推着小木车的外曾祖母 孩子 你长高了 外曾祖母的身体很结实 我很少见她 但是她的神情言语 都有种隔背人的 慈祥和亲切 薰寒问暖 问了很多琐事 她的神色有些阴沉 说 陈六金呢 我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想了想 慢慢跪倒在地 郑重骑士磕了个头 爷爷当年对不住奶奶 但她永远都回不来了 我替爷爷磕头 我替她道歉 算了算了 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尽叫个什么呀 母车上的外曾祖父 愈发衰老 不停地咳嗽 断断续续地说 不要为难孩子啊 看着我 外曾祖母的眼角湿软了 或许 她能从我的长相上 看到一丝奶奶的影子 人不能一直沉溺在过去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 活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才是真理 我问外祖母他们 要去什么地方 她笑了笑 看着外曾祖父说 老头子还没有转够 趁着我还能走 得带她出去转转 去转转 这个丫头真俊 孩子 好好对人家 父母把人家拉扯大 也不容易 疼着她 阴压的车轮转动声 又远远地去了 我和苗玉走在路上 外曾祖母在这外曾祖父 也走在路上 我想 老年把霍许静和连娘 到长白山的外围 金大少和谭小秋 也到了自己想去的城市 我在心里默默地 唱着寻和调子 这曲悲歌 传唱了千年 终于到了 曲终人散的时候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眼不紫金 我目送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离去 河滩的路依然漫漫无尽 苗玉问我 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知道 他让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没有目标 我只想着一路走下去 一路把沿途的一切都记在心里 因为老刀子的嘱咐 我要离开大河潭 我想给自己心里 留下一个日后 能够渺怀的印记 说起来我还很年轻 但不知道 是否因为经历太多 心灵上又承受太多 让我的心境影响了整个人 几天地奔波下来 我的嘴唇下 下巴上 蓄起一层细细的胡须 在刘家营渡口 我和苗玉遇到几个旁门人 心长的胡须 让旁门人显得迟疑 似乎是认出了我 又不敢确定 在他们迟疑之间 我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想 或许我真的可以开始 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 过去的二十多年 已经画上了句号 我带着苗玉 从刘家营一路到大沙围 沙邦的生意依然做得很大 下面的兄弟遍不和谈 我和沙邦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我一到来 韩城领着一帮人招待作陪 推杯换转之间 韩月和金大胆也来了 他们来了之后 现场气氛就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 经历太多之后 我的眼睛好像能看穿别人的心事 我看得出 整个沙邦隐隐洋溢着一片细气 同时也看得出 韩城的脸色和神色有些尴尬 有些不自在 还有沙邦松上倒下 那帮兄弟不再称呼我姑爷了 金水哥 单独说几句行吗 韩月在我身上指着我的衣袖 我没有七七过去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 这幅屈窍里还是从前的七七 善良 单纯 有点懦弱 却又坚强 我从喧嚣的酒桌上和韩月走到外面 两个人并排走着 很久很久都默默无言 他想是要说什么 却几次都开不了口 其实我已经看穿了 只不过不肯说出来 金水哥 韩月轻轻咬嘴唇 说 从前你保护着我 你可不要自己的命 我很感动 有时候我就想 这辈子找了这样一个男人 女人是该知足了 可是金水哥 韩月的神色有些歉意 有一次顿主 将要说出的话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 很想在这时候 露出一次微笑 让他打消心底 一丝顾虑和歉意 但是我的脸僵硬的 我笑不出来 只能微微地弯起嘴角 大胆是个好人 他和你一样 都肯拼命去护旁人 他知冷知热 他懂得心疼一个人 韩月低下头 说 我跟爹娘都说了 爹不肯松口 他要看你的意思 亲大胆 当时和韩月 还是目录相逢的时候 就曾经豁出命去护他 但韩成惦念着我 因为曾经和韩月配过明婚 我身上总备着一个名分的 好好的 过你们的日子 有的话我不想明说出来 对于亲戚 我一直当他还是一个 没有长大的小妹妹 他功苦无依 亲人都过世了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我很安心 我回去亲子和韩成说了 他又是为难 又赶快伴得笑了笑 摆摆我的肩膀 沙邦是河滩最后一站了 我走过自己想去的地方 见了自己想见的人 是该最终离开的时候 我和苗宇没有什么行李 带着两个包袱 从沙邦离开 游走了百十里 讯息还没有结束 河上载人的船非常少 百十里走过去 我看到一个 已经荒废很久的小渡口边 停着一艘小船 船家他人过河吗 我摇摇喊了一声 小船上的船家 暗扬扬地躺在船中 随着我的喊声 他直起半截身子 那一刻 我微微地有些意外 我看到了许久没有出现的 众连城 他受了欺瞒一张殉命图 保住了命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众连城 刚刚在河滩露面的时候 是何等的微风霸气 但是此时此刻 他的锋芒或许收敛了 或许是消失了 整个人像是一柄 已经生锈的剑 挥步步地 看不出一缕的剑光 他穿着一身 河滩上走船人 长穿的通步挂子 眉毛胡子 长得老长老长的 水大 国河要坐稳呢 众连城跳下船 从我手里接过包袱 他在一翻身的时候 再依稀看到 他从前的影子 小船顺水漂流 我看众连城 娴熟地驾着船 在风波水浪中穿梭着 很难想象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 是如何面对和适应 这种平淡生活的 他一边驾着船 一边回头跟我说话 他说 汛期水涨 坐船人少了 生意比春秋两季淡得多 不过好在汛期前 他不停地度人 攒着一些钱 足够把淡气熬过去 过去的事 你都忘记了吗 没有 中连城摇了摇头 想了想说 只不过 事情 自己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什么 人 不就该这样活着吗 中连城笑了笑 从贴身地方 逃出一只乌黑的小铁管 随手丢给我 说 这个东西 我了解也没有用 你拿去吧 我没有见过这只乌黑的小铁管 但是 拿在手中的时候 却隐约地感觉熟悉 把它打开之后 里面卷着一张 薄如蝉翼的杀圈 我顿时反应过来 这是三生冠 古秋老道的三生图 古秋死去之后 这张图被旁门头把拿去了 中连城在野树林边击杀一天 从他身上夺走了这张三生图 过去 未来 三生图 寓意三生 望着这张几乎透明的图 我仿佛能看到过去的我 沸腾在云端 现在的我 漂流在水里 未来的我 行走在路上 此时此刻 三生图对于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我不需要谁的点话 我正走在这条 属于我自己的路上 我把三生图 重新塞进小铁管 然后 抬手丢入河中 中连城有些意外 我收回目光 望了望他 其实 我想对他说 人没有必要知道自己的三生 因为即便知道了 也不可能全盘掌握三生的运势 尽自己的力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那就已经足够了 中连城架着船 一直把我送出去很远 之后我和苗玉就离开这片 生活二十多年的河滩 在另外一个小城里落脚了 这里很陌生 没有一个舒适的人 我们找了一个小房子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这房子小的只能住两个人 家具都是旧的 但我待在里面 比待在任何地方都要踏实 因为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什么都不会做 尽管身手和经验仍然出众 但是这些本事适应不了这个时代 我想了一段时间 然后找了一些河滩特产出来卖 很小的生意 赚不到什么钱 只是能养活苗玉 我一直所渴望的生活 其实是枯燥的 每天招呼生意 洗洗刷刷 刻在枯燥里 有我希望的那份真实 在这个小城里 我和苗玉生活了半年 我知道金大少和弥勒 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没有找过他们 事情已经结束了 他们都过了自己的日子 我不想打扰他们 可是这并不代表遗忘 在我的定义里 我不会轻易去搅扰我的兄弟 不过当他们有事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赶到 这时候正巧是杨里年 米勒少来话 他又和汤敏结婚了 那个年代人还是很保守的 结婚对一个人来说呢 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 所以我丢下手里买卖 带着苗玉悄然回到大河滩 婚宴不热闹 来参加的都是欺门的人 我不善饮酒 但是他这个场合之下 我忍不住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下去 弥勒有了归宿成家立业 我该替他感到高兴 望着弥勒寒厚的笑脸 还有因为阴火灼烧 而常年不长头发的脑袋 我百感焦急 我已经不是一个 善于用言语来表达情感的人 能做的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 我能看到弥勒身上大大小小旧伤 我记得清楚 这一处伤 是他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因为什么而留下的 全身上下几十道上把密密码码码 弥勒好像已经忘去了 红光满面 而我却怎么也忘不掉 我知道 如果没有这些兄弟 我走不到今天 或许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死了 我默数着弥勒身上的伤 数一道自己喝一杯酒 这一张酒咽下来 我喝得鸣顶大嘴 完全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被人抬在卧房 一觉睡得昏天暗地 我从中午一直睡到深夜 苏醒过来的时候 酒意还没有完全消失 脑袋昏沉昏沉地疼 口干舌燥 苗玉在窗边守着我 她的身子不好 精神远不如从前了 守到这个时候 不由自主地已经睡着 我想找点水喝 又不愿惊醒她 慢慢置起身子 翻身想轻轻地爬起来 屋子里一片昏暗 只有窗外稀薄的月光 透射进来 就在我翻身想爬起来的时候 胸膛猛然一紧 我好像看到一团 黑乎乎的影子 从胸口慢慢的 漂浮到了眼前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大家好 我是紫金 这是黄河鬼市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集 听完这一集之后 这个故事也就全部完结了 在最后一集 求一下打赏吧 讲故事也是很辛苦的 好了 再做一下广告吧 那么自今的最新故事 墨金天师 已经开始更新了 希望大家 在喜马拉雅 搜索一下 来收听 当然 还有精品收费故事 蚂蚁神算子 希望能够支持一下 好了 我们继续听故事吧 欢迎继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眼波紫金 我心里骤然一清 昏暖的环境中 我实在看不清楚 那黑乎乎的影子 到底是什么 甚至不能确定 这影子是否存在 那也很可能是我 最久之后 初醒时产生的朦胧幻觉 然而 当我注意到 这团影子的同时 心底浮现出一种 说不出 也道不明的恐慌 那种恐慌 让我如座针毡 一下从重身送了起来 怎么了 苗玉被我惊醒了 起身揉揉眼睛 在我坐起的一瞬间 隐约漂浮在眼前的 黑乎乎的影子 刷的一下 好像彻底消失了 我全力地观察 在昏暗的房间中 来来回回扫视着 却始终未能找到 她的影子 你到底怎么了 苗玉看着我的神色 有些不稳 伸手摸摸我的额头说 不舒服吗 没事 不要紧 我不想让苗玉 再受任何影响 轻摸她的头发 就说 可能是 中午酒喝太多了 你不能喝 就不要喝那么多嘛 好好躺着 睡一睡 明天起来就会好了 苗玉 把鲜乱的被子重新淹好 我已经看不到 那团黑乎乎的影子 可是 心头的恐慌 却不断地萦绕着 我分辨不出 那种恐慌到底 从何而来 感觉很缥缈 我唯恐会出什么事情 紧紧抱着苗玉 昏暗的房间之中 气静下来 苗玉熬不得夜 不多久 在我怀里就睡着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吃油死了 叶子死了 圣主苗尊都已经付诸 该死的人全部都死绝了 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嘛 按道理说 不该再有什么意外发生 我抱着苗玉 脑子里乱糟糟的 从半夜到天亮 再没有合眼 根本睡不着 尼勒的婚礼很简单 就热闹了一天 第二天天亮之后 参加婚宴的人 就各自离去了 我怕苗玉吃不消 连夜奔波 就多留了一天 让她休息休息 恢复精神 除了前夜那件事情 我滴酒不沾 天色一黑 就把苗玉扶上床 看她安然如睡 这一晚 再没有发生什么 非常安静 我坐在床边 拖着下巴打短 脑子不安手 睡也睡不踏实 黄黄哼呼 半梦半醒 偶尔睁开眼 看到苗玉睡得正香 心里踏实了一些 就这样翻来覆去的 懵懂之中 我渐渐睡过去了 这一晚的梦境 很不一般 我好像看到了大河 看到大河边 瞩立着一道白发白须的身影 我认得出 那是羽王 已经完全彻底消失在 世间和轮回中的羽王 他和几千年死去时一样 无语助力在河边 很久之后 他回过头 朝这边走来 我还是感觉不安 双手仿佛被什么困住了 我挣脱不开 就如同民间传说 鬼上身一样 时尽挣扎 却另有未待 梦中的羽王 一直走到我的身前 我能清楚看到他的脸 甚至连上每一道细密的皱纹 我说不出话 唯一能做的 就是茫然地望着羽王 你可知道 羽王终于开口了 心底深处的意识告诉我 这只是一个梦 然而羽王的声音 却那么清晰 那么真实 他慢慢对我说 你终结大河祸乱 能诛杀吃油 却还是掌控不了 命数 河畔的风在呼啸着 羽王身上衣衫在烈烈作响 他垂下头 再在抬起头的时候 我看到 他的眼睛里 有一种形容不出的情绪 你会孤苦一生 这是命数 都是命数 说完这句话 羽王转身就走了 我也随即从这场 朦胧中的梦中醒来 我不知道这场梦 到底会意味着什么 但羽王在梦里的话 我却记得一清二楚 宫苦一生 宫苦一生 人生里 自己主掌不了的事情太多了 活着 本身就是一种负累 我带着苗玉 重新回到小城 过年前夕 金大少来过一次 看到我的寒居 当时就急了 不由分数 留下一大笔钱 有了这笔钱 我们过得宽裕了一切 压力也小了一些 生活依然是平淡的 这种生活和之前那种 出生入死的日子 是相距太远 无形中 感觉时间流水一般滑过 不知不觉 我和苗玉 在小城定居两年了 苗玉有几个月的深院了 我把所有事情放在一旁 全身前的照顾她 她的身子很虚 怀孕之后气血不足 脸上没有半丝血色 各种补品 药物 对她来说 没有任何的用处 幸好金大哨留了一些过去 从老年把身上拔得身虚 熬水给她喝了 还算有用一些 望着苗玉 一天一天大的肚子 我心里很高兴 又有一些恍然 曾几何时 我一直觉得自己需要人保护 需要人照顾 但转眼之间 我也要做父亲了 小城里有医院 不会像河滩乡下一样 找个吻破接生 苗玉临盆前 我带她去医院 这时候我二十五岁 孩子是在一天夜里 一天深夜里降生的 我没有别的亲人在身边 分泌时 只有我一个人守在禅房外 我叫主走来走去 一刻也停不下来 禅房的门紧闭着 我听不到什么声音 不停看着苗 在心里不断安慰自己 没事 一定没事 他们娘俩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就在手表指针指向十二点的时候 通明的产房外面 好像突然停电了 所有电灯瞬间熄灭 在眼前光线全部消失时 我的胸口诸然一紧 一团黑乎乎的影子 无声无息地从胸口飘荡出来 像一条幽灵 呼地就飘向大门紧闭的产房中 这一次 我看得很清楚 那段影子飘向产房时 我一步冲了过去 伸手一抓 但是影子飘忽如雾 我一把抓空了 等我冲回手的时候 它已经消失在产房之前 熄灭了电灯 重新恢复了闪亮 整条走廊又通明了 我听到一阵 哇哇的啼哭 从产房里传出来 这阵啼哭声 顿时牵动我所有心事 我急切把这产房的门 朝里面张望着 苗玉生了 一个男孩 我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母亲虽然很瘦弱 但是他却又白又胖 眼睛大大的 非常漂亮 我抱着儿子那一刻 我感觉 我僵硬的脸庞 突然柔软了 我抱得很轻很轻 唯恐会弄疼他 辛苦你了 我眼角带着泪 把儿子抱到苗玉面前 他瞧色着不像样子 但是看到儿子皱起小眉头 还有一双 呕结般的小胳膊时 他笑了 笑得很开心 我们的儿子 该叫什么名字呢 叫他陈凡吧 我想了想 儿子如同我的命 我别无他求 我只希望他能平安顺利地成长 不需要出人头地 不需要和我的前半生一样轰轰烈烈 只要他健康快乐 那就好了 你想他长大之后做什么呢 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轻轻抱着儿子 看着他那张脸 就仿佛看到一轮出生的太阳 看到耀眼的阳光光明和兴旺 我希望他好 却不会给他任何的束缚 我深深地知道 自由对一个人的重要 我不想他有什么束缚 鸟儿关在笼子里时间久了 就再也飞不起来 我希望我的儿子 会是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 有了儿子 我的家便更像一个家 我在努力 为的是让他们娘俩过得好一些 这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在他还小的时候 我很担心 因为他刚出生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让我难以忘怀 但是一天两天 一月两月 一年两年 直到儿子两岁的时候 他很健康 很可爱 我高兴的心 才渐渐地放了下来 我们办了新家 宽敞了 条件也好了一些 孩子还小 苗玉出不了门 我每天忙碌完之后 就会急匆匆赶回家 在我的眼里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全部 金大少要结婚了 金瑶有钱 这两三年时间里 他已经在 河滩外的世界 站稳脚坑 婚宴非常隆重 尽管大雪纷飞 还是有很多人参加婚礼 我怕苗玉和儿子受不了风寒 所以独自参加金大少婚礼 显然 我比任何客人都要重要 金大少和谭小秋不断敬酒 我们一杯一杯 婚宴还没过 我和金大少 就已经喝得眼睛发直了 三哥 这个 给我大侄子 金大少嘴角流着口水 言语含魂不清 好手里塞过来 一只足足一斤中的大金锁 说 大侄子戴着 珠光宝庆 要是不够 我再打两个 算了吧 我颠颠大金锁 两岁的孩子戴这个 估计连头都压得抬不起来了 怕啥 我他娘的 就是这么任性 乱糟糟的 酒宴客人很多 我都不认识 平淡的生活 让我不适应这样的场合 酒喝得差不多之后 又惦记苗宇和孩子 所以告辞出来 连夜坐上回家的火车 三个多小时车程 等到到家的时候 酒宴还没有醒来 脚步亮强 那一年的雪 可能是最大的 鹅猫般的雪花 整整飘了一天 远远的 我能看到自家的灯 还亮着 可能是苗宇 带着我的孩子 在等我 我的脚步 马上加快 然而 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心里骤然一紧 飘飞的大雪中 我看到 家门口不远的地方 处理着一道影子 那很像是 邻家小孩玩耍时堆的雪人 但是 在醉酒之余 我能分辨出 那肯定是一个人 只不过 在雪中 沾太久 已经被雪花覆盖住了 我认不出那人是谁 脚步随机放慢 这么冷的天 冒那么大的雪 在外面柱里 这本身就很不正常 我身上还有功夫 不会惧怕什么 但是 一想起家里老婆孩子 心里马上被揪紧了 全神健配 慢慢地走了过去 那道影子 一动不动的 好像在雪地中 被僵化了 然而 当我慢慢走到 旁边的时候 身影突然抖了抖 一身积雪刷刷被抖落 我的拳头顿神捏紧 朝后撤了半步 随时都能应对袭击 但是 这道身影 好像没有动手的意思 慢慢抬起头 身上脸上 金血被抖落 一瞬间 我看到身影的脸 我心中不出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 好像被火彻底焚烧过一般 扭曲猙獰 在深更半夜的 猛然看到这张脸 会把人吓住的 什么人 我低阵阵问了一句 不想惊动家里人 苗玉 还有其他林子 身影在雪地中 站了很久很久 但动作却没有迟缓 朝我走了一步 慢慢伸出一只手 这只手的手心里 托着一件东西 本来 我充满敌意和戒备 然而 在我望到这件东西的时候 我的心神 好像在一瞬间 就崩溃了 身影的掌心里 托着一块血红的符 我忍不住 两枪走过去 一把抓过这血红的符 这个东西 我全不会认错 是天师符 小九红的天师符 亲衣 被自己强行封尘几年 平时我不敢去开启 不敢去触动 但这块血红的天师符 一下子把尘封的禁衣 彻底打开了 我想起圣域 血骨 深不见底的深渊 想起小九红 坠入无边黑暗中 那无助又悲弃的脸 想起他临死前 对我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的手在发抖 紧紧握着天师符 眼泪不受控制 瞬间从眼眶滑落下来 呼啸的风雪冻结了眼泪 又迷住了我的眼睛 小九红 在我心里压抑了太久 血藏了太久 一旦触动 我就忍不住要放声痛哭起来 我在风雪中流泪 思绪完全回到小九红 临死前的一刻 那像是一场梦魇 我无法挣脱 我能感觉到 飘飞的血一层一层 落在我的头顶 我的身上 但是 我连动一动的念头都没有 沉浸在那种 形容不出的感觉之中 我呆了 愣了 和傻了一样 一直站了很久 轴然间 一阵极极强烈的寒风 从耳边呼啸过去 把脸上头上的 金血吹落了 凌冽的寒风 像是一把刀子一样 刮得脸旁生疼 那一刻 我猛然从无法自拔的 悲痛中惊醒 天师傅是小九红的 已经随着他 落入那片万丈深渊之中 但天师傅 怎么会出现在 这个诡异般的人影的手中呢 我猛然晃了晃头 但是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周围已经踪影皆无 念到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然消失了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我拼命地张望 隐隐约约看到身后的雪地里 有一排脚印 小九红 我不知道能不能追上那道身影 但不顾一切的转身 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 全力 追了过去 大家好 我是自今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到此全部播讲完毕 故事中的很多的人物 都有自己的归宿 或死或生 很多谜团已经解开了 那么 在故事中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谜团 没有解开 那么作者呢 是为下本书做准备的 埋的伏笔 就是庞大 为什么死而复生 他当年是不是真的死了 以及怎么死而复生的 还有就是 在故事中出现两极的 九儿和陈进水什么关系 也没有交代完 但是 所有的一切都被影响 黄河鬼市成为一个 非常好 架构非常庞大 悬疑设置非常好的一本小说 那么很多的一些人物 令我们感到感动 落泪 也是在最后 他们的命运 也不好吧 几乎都死去了 但是他们都死得很悲壮 很有意义 那么黄河鬼市到此结束 希望我们在下个故事 继续相会 如果想听到我的更多故事 请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